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山蛇第二十五期夏集 上集我们说到 侯健坊正在围绕生猪养殖搭建产业链 除了在生猪养殖的上下游疯狂布局外 2014年开始 雏英农牧还和电竞扯上了关系 据说电竞圈一直有个笑谈 北美电竞靠篮球 欧洲靠足球 韩国靠电信 中国靠富二代 2011年 王思松以600万美元 收购了即将解散的CCM战队 组建了IG电竞俱乐部 7年后 IG战队夺得了LOL项目首个S系列冠军 真可谓是以一级之力 强势进入整合电竞 随后 包括勤奋 蒋星等在内的富二代相继加入 中国电竞就此进入富二代时代 而这群富二代中 就有侯健坊的儿子侯格廷 据说侯格廷比王思松入行更早 91年生的他 在15岁就正式进入电子竞技圈 之后还在郑州组建了自己的电竞团队 并多次在国家级的比赛中获奖 2014年 侯格廷以投资人的身份 用不到320人民币的白菜价 买下了OMG电竞俱乐部 也正是这一年 父亲的养猪业 与儿子的电竞业 正式产生交集 2014年 储盈农牧为正式进军互联网 成立了威克德公司 其中储盈农牧出资1020万元 持股51% 侯格廷持股11.2% 接着 威克德又出资255万元 成立奥买尬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1% 为空股股东 之后 OMG战队的运营主体 也变更为了OMG 第二年 储盈农牧发布公告表示 英户联网板块 对储盈农牧的巨大战略意义 因此 继续对威克德公司增资 增资金额超过5000万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储盈农牧这个养猪企业 开始了自己的电竞之路 2015年 侯格廷同父亲一样 开始探索电竞产业的上下游 涉及直播 主播经济公司等领域 此外 他还通过上海OMG体育活动 策划有限公司 参股了王思东的香蕉计划 年底 侯格廷创立了全民直播正式上线 全民直播主打游戏直播 运营主体为麦苗科技 侯格廷为大股东 并担任董事长 那两年内 父亲可谓是倾尽全力的为儿子书写 侯格廷为法人代表的 上海电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股东就是威克德科技 持股51% 2016年3月 重庸农牧公告 与上海静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设立电竞产业投资基金 平潭静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该基金总规模不超过5.05亿 但储用农牧作为有限合伙人 就认购了5亿元 而上海静远投资的管理团队 也可谓是中心云集 中国首家职业电子经济俱乐部 WE战队三大创始人 李小峰 裴乐 周豪 也赫然在列 此后 侯格廷出资60% 平潭静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出资20% 成立了由侯格廷实际控制的怒行文化 资料显示 上海电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十余家公司股东中 也均有怒行文化的身影 此外 全民直播也与出英农牧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全民直播A轮和A加轮两轮融资中 背后投资方出现了静远投资 新藩资本 西藏九岭创投三个名字 其中在A轮融资中 平潭静远以10亿元估值 向上海麦苗投资1亿 持有上海麦苗10%的股权 而全民直播的投资方之一 西藏九岭创投 与除英农牧的关系则更为复杂 2016年年初 除英农牧发起设立了 深圳泽富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企业 同年10月 泽富基金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 投资惠生通 到了2017年3月 泽富基金以15.38元每股的价格 共持有惠生通 1084.98万股股票 持股比例为25.21% 也是这年3月 全民直播完成了 西藏九岭创投的A加仑投资 2017年12月 泽富基金将持有的惠生通股票 全部转让给了西藏九岭创投 至此 这一系列复杂的投资关系网里 有了一个明确的资金源头 那就是除英农牧 侯建芳给儿子输的血 的确值得一个中国好爸爸的抬头 有父亲在背后坐靠山 还有电竞这么一个大风口 侯克廷也有了 如王思文一样的野心和底气 all-in中国电竞产业 资料显示 最高峰时 侯克廷名下拥有的公司数量达30家 主要涉及电竞投资 网络科技 文化传媒 电子商务 食品 教育等等 2017年 体育界知名新闻媒体体坛传媒 发布了中国电竞俱乐部品牌价值榜 侯克廷的OMG电竞俱乐部 以953万元位居第十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养猪市场 电竞市场 侯市父子 在不同赛道里同速奔跑 日与月互消长 富裕贵男久长 人生如戏 可谁曾料想 现实的事总比戏还曲折 尽管OMG电竞俱乐部在业内名气不小 但截至2017年上半年 奥买尬营收仅为318.97万元 亏损却高达1496.47万元 2017年9月28日 雏英奴牧将所持有的奥买尬36%股权 以不超过2700万的价格 转让给了侯克廷 转让完成后 侯克廷持有奥买尬75%的股权 从第二大股东 跃升为第一大股东 奥买尬将不再纳入 雏英奴牧合并报表的范围 出售奥买尬 为雏英奴牧带来了4864.63万元的利润 此时 距离首次书写 不过三年而已 此前 侯建方一直强调 我投我孩子的 最后是赚钱的 就他那样的投资收益率高 投了一个多亿 是基金投的 我们上市公司总共投了255万 赚了4000多万 但侯建方口中如此赚钱的生意 却落得了从上市公司剥离出去的结局 也是有点自己打自己脸 停止为而书写的原因很简单 光是养猪这个老本行 侯建方已自顾不暇 2017年8月 国家开始终点推进南猪北养政策 根据各地的环境承载力 将全国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养猪区域 湖南 浙江 福建 安徽等传统的南方生猪养殖大省 被划入约束发展区 东北则被定义为潜力增长区 其实 从区域布局上看 东北等省区在生猪养殖方面 的确拥有明显的地缘优势 就从生猪生产的投入成本来说 饲料占生猪养殖总成本的70% 其中玉米又占了70% 如在东北等玉米主产区养殖生猪 则可以大大发挥去优势 降低成本 此外 生猪产业因动物分辨排泄 生产消耗污水 受药及饲料添加剂残留等原因 已经发展成了农业部门最严重的污染源之一 而与卫园南方和中原地区的 传统生猪主产区比较 东北整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小 生态环境对生猪产业污染排放的 承载消化能力也较大 基于以上种种 在南珠北洋的号令下 一场浩浩荡荡的猪圈大迁移开设 行业中知名的养殖企业 例如温室 唐人神 大北农等 纷纷将东北作为战略要地 一直在攻城略地的除营农牧 也温风而动 通过全面布局公司家合作社 加农户的除营3.0模式 联动公司此前在吉林的产业布局 宣布实施700万头生猪养殖计划 按照除营3.0的路子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 除营农牧对于其有业务合作的 226家合作社 提供了共计近12亿元的财务资助 占2017年年度净资产的24.15% 上市后的除营农牧 就如一颗快速膨胀的气泡 从大兴土木建设豪华猪圈 砸重金扩展山下游产业链 再到青狼相助儿子玩电竞 再到大力推广除营3.0养猪模式 除营农牧多元化的触角越深越远 烧钱的产业已越急越多 更糟糕的是 2016年后 猪肉价格下跌 除营农牧毛利率大幅下降 经营性净现金流恶化 资产负债率也在节节攀升 戳破泡沫的人出现了 2018年6月13日 市值风云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 质疑除营农牧涉嫌严重财务舞弊 文章详细列决自2016年以来 除营农牧如何通过一系列人为操纵 股权倒卖 对一些官司产生的老赖公司进行投资 通过短期持有 来抬高这些老赖公司估值 然后转卖给 表面上与自己无任何关联 实则有深层联系的接盘侠公司 来创造利润 从而达到虚增公司业绩的目的 这里用其中的一个案例 简单复盘一下除营农牧的实际操作过程 2016年6月 除营农牧旗下的深圳责富 对郑州牛师兄食品有限公司 投资1250万 占股41.67% 公司估值约3000万 而这家郑州牛师兄食品有限公司 自2014年开始 就一直处于官司产生的状态 这些官司大多是民间借贷纠 该公司几乎每次都当被告 而每次必出官司 涉案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所以深圳牛师兄 是个名副其实的老赖公司 然而2017年11月6日 除营农牧又增资1亿 占股50% 增资后共占股70.83% 此时郑州牛师兄的股值达到了2亿 最关键的是 2017年12月25日 也就是增资后的第二个月 除营农牧转身就把70.83%的股权 卖给了自然人王超鹏 此时牛师兄已是除营农牧的子公司 子公司是要合并报表的 当然也是重点审计对象 恐怕是怕穿帮 所以前脚增资 后脚就卖了 而1亿的增资 可能就是用来做估值的 折腾了几次后 除营农牧的目的也达到了 钱是转了一圈回来了 可如果牛师用按2亿的估值来测算 除营农牧2017年的财报上 能获得约2917万的投资收益 此外 文中还爆出了 除营农牧一边再大肆建猪卷 一边疯狂卖猪卷 涉嫌调节固定资产折旧 豪华猪设销售成迷等问题 该文章发出后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 当晚 深陷财务造假漩涡中的 除营农牧公告称 因近日股价连续下跌 其实际控制人侯建坊等 所持疑质押的部分股票 触及平仓线 自6月14日开始起进行停牌 第二天 与除营农牧合作的 80%以上的金融机构 宣布贷款提前到期 七八十家债权人 永之公司讨债 用侯建坊自己的话说就是 这一天开始 所有的银行 都把借给我们的钱抽走了 而且我们当时账上的钱 也不能流动了 2018年7月27日 除营农牧发布公告 侯建坊供持有12.6亿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40.2% 价值41.46亿元 均被冻结 三天后 在2018年绝地求生 首届全球邀请赛上 侯克廷的OMG战队 夺得冠军 China No.1的声音 响彻赛场 这本是属于儿子的高光时刻 但作为父亲的侯建坊 却无负销售了 8月13日 联合资讯评估有限公司 将除营农牧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由AA调整为AA- 评级展望为负面 除营农牧公开发行的 10次除营债 债权信用等级 也被下调至AA- 那个时候 侯建坊的工作 变成了每天接待一个又一个债权人 常常忙到凌晨 外界还开始疯传 除营农牧董事长跑路了 不过 有一位债权人 录了一段与侯建坊沟通的小视频 向外界表明 侯总真的还在公司 正在开会沟通 侯建坊也积极对外宣称 第一 我们的猪设还在 第二 我们的团队还在 这个行业是周期性行业 不会一下子说倒就倒的 所以 除营一定会起来 可在这关键时刻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2018年春节前后 整个生猪市场价格 整体呈现下跌走势 生猪养殖行业 本就处于全面亏损的状态 然而到了8月 非洲猪瘟又突然爆发 天灾重创了中国生猪养殖行业 疫情蔓延后 全国28个发生非洲猪瘟的生分 立即开始活猪禁运 猪肉价格分化严重 东北猪卖不出去 南方无猪可吃 当时为了进一步防止 非洲猪瘟的蔓延 三个月内 全国累计扑杀了47万多头生猪 此后的一年时间 国内的生猪养殖行业 业绩普遍出现大幅下滑 农业农村部官网 在2019年6月12日发布的 400个监测线生猪存栏信息显示 5月份生猪存栏量 比2018年同期下降22.9% 可繁殖母猪存栏量 同比下降23.9% 突如其来的瘟疫 给了雏鹰农牧致命一击 雏鹰农牧的生猪养殖业务 基本集中在河南 吉林 内蒙古自治区等地 受到疫情影响 这些地方猪肉供过于求 猪价严重低于全国均价 这直接导致雏鹰农牧9月 10月的生猪销量 和销售收入骤降 财务状况更为不堪 对于雏鹰农牧的困境 从政府到金融机构 都曾相继出手救助 但最终均未谈妥 侯建方对此并没有抱怨太多 他只说 怪自己没抵押物啊 政府就你的前提 是你得有抓手 要知道 从2014年开始 侯建方所持股份数次增减 但却始终处于 90%以上的高质押状态 据媒体报道 雏鹰农牧向轻资产转型后 他手中还剩的一些 猪券等固定资产 抵押折就17亿出手 可最后也落得无人接盘 中国执行信息平台 10月10日发布的一条信息显示 雏鹰农牧 因欠重荣信托1.5亿贷款 未能偿还 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曾经风光地养住第一股 最终沦落为了老赖 11月 市场传出消息称 雏鹰农牧基于债务违约的实际情况 发行人11月3日 向投资者提出两种解决方案 其中第一个方案为 使用存货偿付 包括礼盒系列 火腿系列 红酒系列等 雏鹰农牧食品旗舰店的售价为 9999元 12999元 网友们立刻开始调侃 这简直就是欠债肉肠的真实实践 11月8日晚 雏鹰农牧发布提示性公告 证实了市场一直流传的 火腿长债方案 不过 火腿长债的消息 却让一直低迷的股价 抬了一下头 但雏鹰农牧身上的债务压力 依然很重 即将临近的12月21日 公司另有发行规模10亿元的债务 面临兑付 2018年10月26日 雏鹰农牧披露三季报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35.33亿元 同比下降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9亿元 去年同期 这些数字为盈利6.49亿元 并预估2018年年度亏损将达到15到17亿元 数据显示 2014年年底 雏鹰农牧负债为43.61亿元 而2018年年末 这些数字已经达到了185.15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87.89% 养猪星则电竞星 侯建坊猪养得不顺 儿子的电竞之路也不太顺利 在出售OMG的股权后 出英农牧再次将持有的20%的怒行文化股权对外出售 交易价格为6000万元 这笔交易为出英农牧贡献净利为1000万元 照此计算 怒行文化的估值为3亿元 2016年5月 平潭静远出资5000万元 任缴怒行文化20%的股权 这意味着 两年多以后 怒行文化的估值仅增挡了5000万 而2018年开年以来 侯克廷创立的全民直播 也一直被曝出资金链断裂的消息 公司处在倒闭的边缘 11月15日 全民直播的官网显示维护升级 两天后 其PC和移动端都打不开了 之后 一家与全民直播签约的经纪公司对媒体表示 从4月开始 全民直播就开始找理由 拖欠主播薪资了 这些被拖欠了工资的主播们 建立了讨薪群 据不完全统计 全民直播欠他们的薪资 累计接近1000万元 官网关停 拖欠薪资后 全民直播的办公室也早已人去楼空了 游戏直播本就是个烧钱的行当 没有了背后财团的支持 也没有新的融资渠道 落的这样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 不久后 侯克廷持有的 奥买嘎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5%的股权 也被司法冻结 侯氏夫子击中难返 属于出英农牧的时代远去了 2019年开年 出英农牧又给资本市场 提供了一条荒诞奇葩的新闻 1月30日晚间 出英农牧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 公司预计2018年度 亏损29亿至33亿 而在18年10月26日发布的三级报中 公司预计全年亏损15亿至17亿 要知道 2017年 公司净利润则有4518.8万元 出英农牧解释 导致亏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资金紧张 饲料供应不及时 公司生猪养殖死亡率高于预期 通俗来说就是 没钱买饲料 猪被饿死在猪圈 才导致了巨额亏损 这条消息引起了渲染大波 网友叫嚣着 活要见猪 死要见肉 猪都没了 还怎么肉肠 有记者做了一个算术题 如果据猪价格网统计 2019年1月31日 全国各省外三人猪 均价为11.25元每公斤 以预亏的中位数31亿元来计算 假设每头猪50公斤 大概值550万头猪 假设每头猪100公斤 大概值276万头猪 储猪农牧养猪的模式 是公司向养殖户提供肉宰猪 当宰猪养大到一定标准后 养殖户再将其交给储猪农牧售卖 这个过程中 由储猪农牧提供饲料 并支付养殖户代养费 侯建方曾说 猪只要活着一天 就要喂它吃 我们刚出事时 所有的猪一天都要吃950万 所以当储猪农牧资金紧张 不能够买猪饲料 且不支付代养费时 农货的猪就会饿死 之后 有一位储猪农牧的养殖户 对媒体爆料称 2018年2月之后 饲料就供不上了 之后公司擅自改了饲料配方 最后直接断供饲料 接着大批的猪被饿死 自家猪舍的1000头猪 最后只剩下200多头了 他还说 那个时候 每天用翻斗车将死猪往外拉 并送往一个特定的地点焚烧 后期焚烧地已经烧不过来了 之后 猴建方在一次公开赏盒 无奈地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人没东西吃 会饿死 猪没东西吃 他饿死的速度 一点也不比人慢 而这些被拖欠代养费的养殖户们 也陆续接杆而起 开始向雏英农牧追债 外界也曾有疑问 钱都去哪了 猴建方给出的回答是 建造注射了 他说 这个行业是重资产 非常重 我们都没注射 外边零下32度的时候 里头常年是22度左右 我们用的都是地位空调 不过 根据国际金融报的报道内容来看 雏英农牧大额度高频率的投资产业基金 也是该公司债台高筑的原因之一 此前 雏英农牧控股的投资管理类子公司共9家 包括深圳责富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中正中复兰考产业投资基金 平坦静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兰考中距恒通产业投资基金等 截至2017年年底 雏英农牧对深圳责富 平坦静远 兰考中距恒通三家基金公司 投资共计超过59亿元 有接近侯健坊的人还对媒体表示 2014年至2018年 是雏英农牧金融产业家金融3.0模式的时期 侯健坊也是在这一时期彻底迷失了自己 他曾花费数十万元 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金融班后 身上谦虚与专注的品质消失了 心态也变了 毕竟金融投资比养猪来钱快 而他身边围绕的基本都是侯家自己人 侯健坊没有一个可靠的伯乐 来及时指出他的错误 才使得雏英农牧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 之后 雏英农牧开始飞速向下坠落 3月18日 证监会开始对雏英农牧立案调查 2019年4月 雏英农牧披露年报 公司亏损38.64亿元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雏英农牧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因此对其2018年年报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 自4月26日起 该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雏英农牧变更为ST雏英 之后 雏英股价一直在2-3元每股徘徊 8月1日 ST雏英收报0.69元每股 当日晚间 ST雏英发布公告称 公司股票自8月2日开始起停牌 等待深交所做出公司股票 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2019年8月19日 由于连续20个交易日 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根据相关规定 深交所决定 雏英农牧的股票终止上市 并自2019年8月27日起 进入退市整理期 10月16日 深交所对雏英农牧予以摘牌 昔日风光的养猪第一股 彻底成为了资本市场的企儿 但与雏英农牧惨淡局面正相反的是 我国猪肉市场 又一次迎来了猪周期的拐点 从2019年6月起 受疫情影响的猪周期 开始进入涨价期 从7月30日到8月30日 一个月间 生猪即活猪出售价格 从19.35元每公斤 涨到26.85元每公斤 一路高歌猛进 然而 雏英农牧在2019年7月 生猪销量已降至0.87万头 销售收入为0.06亿元 同年的1月到8月 雏英农牧只卖了37.71万头生猪 同期 另一生猪养殖巨头牧原股份 则卖了720.6万头 很显然 猴建坊是摔倒在了牛市到来的前夜 同样是大浪逃杀 留给雏英农牧的 却只有满目创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申请重新上市的公司 应该符合的条件包括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 且累计超过3000万元等 而据2019年半年报显示 雏英农牧上半年亏损15.18亿元 雏英农牧重回资本市场 更像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风波中 侯建坊曾说 走到今天这个困局的根本原因 都是人的问题 在这一个万物皆可资本运作的时代 企业都想撕掉自己身上传统的标签 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 赶上互联网家的风口 这个风向标志下 上到知识付费课程 下到地摊文学 都在教各位老板 如何打好企业转型这一仗 做生意 心思越活路越宽 选择多元化转型 与资本接轨 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香烟盒上 有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 厕所门口有小心地滑的标识 股市有股票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的警告 而企业在追赶时代 游戏资本时 却很少被提醒 财富封口 留心陷阱 这场败局 或许遗憾就遗憾在 深渊面前 没人给忙着倒卖股权 多元化转型的侯健坊 提个醒 告诉他 别忘了 你最擅长的是养猪啊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